他梦见 他在宴会上独自哭作了许久 之后打算出去透透气 刚起身 便有宫女来换他去后殿 那宫女的五官 分明是他熟悉的点翠姑姑 但神情却是陌生的 冰冷厌恶地屁腻住他 光是眼神就扎得他难受 他跟住点翠去了后殿 迎面而来的便是公妃们 意味深长地打量 君怀狼洋装不知 等来了淑妃 轻飘飘的一个命令 带令欢出去透透气吧 他眼都没抬 淡淡地说 君怀狼心下有些生疑 却也算如蒙大赦 想去拉君令欢的手 却见君令欢 规规矩矩地跟在他身侧 同他一道走了出去 这是怎么了 怎么同自己这般身份 一直到走出了大殿 君令欢才抬起头 还好那双眼 前进而清澈 没有那些令君怀狼窒息的厌恶和打量 谢谢哥哥 他笑道 这语气中有点让君怀狼陌生地拘谨 哥哥二字前头 还隐约有个什么前缀 君怀狼听不清 这之后 他强行压下了心头的怪异 带着妹妹去玩 妹妹先去了御花园 之后便要去梅花林看灯 梅花林正中的那盏灯最好看 君怀狼忍不住 去给君令欢摘了下来 梦中 他身轻如燕 穿梭过梅花林狭窄的小径 飞身上了水中央的太湖时 将那盏宫灯摘了下来 可等他回来 君令欢却不见了 他急坏了 立刻就要去寻君令欢 但是立刻 他就被一群人按住 跪在了御花园外冰冷的青石上 来自周围的斥责让他耳中昂鸣 却又白口莫辩 你们抓我做什么 还不先去找人 君怀狼几道 可周遭的太监和侍卫 没一个搭理他的 后来 他被拽到金碧辉煌的大殿中 所有人都站着 唯独他是贵主 陛下 请您先派人寻令欢回来 他看见清亭帝 顾不上其他 焦急地说道 令欢从不乱走 怕会出什么意外 可清亭帝像是没听见一般 对住他勃然大怒 那模样让君怀狼感到尤为陌生 而周遭 所有熟悉的人 神色各异 但看向他的眼神 却都是陌生 厌恶而冰冷的 不过幸而 没过多久 君令欢就被找回来了 君怀狼心下担忧 急切地看向他 却对上了君令欢 惊惊而害怕的双眼 像是看见了什么怪物 甚至撞见了君怀狼的双眼后 君令欢浑身一颤 只往他身后那人的怀里躲 这之后 众人指责的目光 皇帝重罚他的命令 都模糊在他大脑的恩命中 他看住每一张熟悉 却露出可怕神情的面孔 浑身发冷 被一股令他窒息的痛苦裹挟住 他茫然四顾 急切地寻找着什么 却什么也找不到 而通常 他的梦 也是在这里醒来 君怀狼猛然回过神 看向薛艳 薛艳没有看他 但眼前的场景 却令君怀狼无比熟悉 分明是同样的景象 只是梦中 他跪在了薛艳的位置上 难道君令欢会在薛艳 去取宫灯的时候 独自跑到冷宫里 又莫名地开始惧怕薛艳 他梦中的经历 就是今日薛艳身上发生的事 那么这其中 分明还有其他人 做了些什么事 所以前世 薛艳和妹妹 分明就是因为那个人 闹出了一场误会 而就在这时 金五位已经得了皇帝的命令 上前要将薛艳拉扯起来 带出去用刑 君怀狼顾不得许多 两步上前 挡在了薛艳身前 且慢他说道 君五位没想到 这位狮子殿下 还有抗旨的胆子 还是在皇上盛怒的时候 一时间面面相去 停在了原地 君怀狼看了薛艳一眼 就对上了薛艳抬起的毛子 色泽浅淡 带着一股黑尘如墨的凉意和墨然 目光落在殿上的皇帝身上 虽不是冲着君怀狼的 却动得君怀狼后被一哆嗦 他忽然想到 他梦中所经受的那些 都是薛艳此时正在经历的 君怀狼身形一动 挡住了薛艳的目光 站在他和清平帝之间 将他拦在了身后 还请陛下息怒君怀狼道 令欢受了惊吓 尚未言明原因 还请陛下明察之后 在做决断 皇后看了一眼圣怒的皇帝 又看了一眼旁侧正抹着眼泪的好友 有些责备地提醒君怀狼道 怀狼 不可妄言清平地压抑着怒火 问道 难道正还没有明察吗 满宫上下 令欢唯独怕他 又是被他带出去弄丢的 正还要查什么 君怀狼深吸了一口气 平稳地对答道 时事武殿下与陈兄妹二人 从无过节 陈便觉得此事有些蹊跷 也幸而他前世为官几年 能在经殿上对答如流 能招架得住清平帝此时的怒火 清平帝皱眉 却又不好发作 片刻后 他勉强开口道 那你去问君怀狼领命应事 起了身 转身走回去时 他又对上了薛艳的目光 那神色 似是没回过神 又翻涌着些君怀狼 看不分明的情绪 像海面下汹涌的漩涡 那双眼 只定定地看住他 君怀狼只与他对视了一眼 便转开了目光 他静止走到君肖无的面前 伸手将他怀中的君令欢接了过来 君令欢的情绪已经平复了些许 此时小生抽烟柱 还乌烟柱换了生哥哥 令欢告诉哥哥 方才是怎么了 君怀狼单膝跪在地上 将君令欢揽在怀里 一手顺着他的后背 轻柔地问道 他刻意让君令欢背对住薛艳 而他此时的神情 便全落入了薛艳的眼中 君令欢揉了揉眼睛 抽烟了半天 才小声道 要吃人的君怀狼一愣 吃什么人 君令欢往他怀里躲了躲 接着磕磕巴巴地说道 他们说 五皇子哥哥 他要吃人 所以就带着欢儿 躲到他找不到的地方 可是他们都走了 只有欢儿留在那里 说到这儿 君令欢的声音又染上哭腔 抽烟了起来 君怀狼一愣 接着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听到小姑娘乌叶住的奶猫儿式的声音 他连忙轻声过去 又将他抱在了怀里 心痛之余 君怀狼被自己所寻到的真相 惊得有些胆寒 前世 这件事情是发生过的 薛艳也因为君令欢的指认 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从这以后 君令欢一定逼他如蛇蝎 毕竟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最是好吓唬 所以 薛艳在书中的话 就有了解释 原来 君令欢就是受了他口中的 那个他们的欺骗戏耍 从而和年少的薛艳结了仇 而此后漫长的岁月 君令欢不明不白地被此后的薛艳侮辱 也是因为这些人不计后果的随意玩笑 君怀狼胆 很含之余 嘴唇紧敏 目光中泛起凛冽的冷意 而殿中的人 也都听到了君令欢说的话 一时间 众人神色各异 连皇帝的怒火 也僵在了脸上 君消无反应过来 顿时暴怒起来 他顾不得君臣之谊 问道 令欢 是哪丝胡言乱语吓唬你的 告诉二哥 二哥这就去揍得他三天下不来床 君怀狼连忙抬眼制止他 免得大怒的君消无又吓到妹妹 君令欢哽咽的声音又中了几分 君消无连忙蹲身 一手顺着他头发 放缓了声音 问道 令欢 告诉二哥 是谁说的 君令欢抽烟住思索了一会儿 恩泽哥哥他说 还有二皇子哥哥 其余的 令欢都不认得了君怀狼抬起头 看向了殿上的清平地 清平地自然也听到了君令欢的话 他未曾想到 此事还与他其他皇子有关 又听到二皇子说了些什么痴人的话 更为恼羞成怒 怒道 还不来人 速去将他们二人带到正面前来 灵符连忙领指 快步跑了出去 吩咐小太监去寻人 不出片刻 那二人便被带了来 君怀狼看见 轩隐素仍旧是一副镇定的模样 不过细看便能看出 那镇定全然是装出来的 而他身后的君恩泽 早就瑟缩着肩膀 走路的腿都在打颤 自家养出了一只白眼的狼 君怀狼冷冷的心想 带二人进来 在清亭帝面前跪下 就听清亭帝质问道 老二 将君家大小姐带到冷宫去的 是不是你 薛允素此时 心下正脑怒住 谁知道带个小女孩儿会那么麻烦 走也走不快 胆子还小 带在身边 分明就是个累赘 他本来不过是向几个世家子下拜 说自己敢带他们去那闹鬼的冷宫 几个世家子都兴奋得很 他就也来了近 将他们领了去 而这小丫头 被他们带了一路 随口吓唬了几句 就吓得不敢走了 但是此时再将他送回去 也太费事了 更何况 他将这小孩儿带走 就是为了给薛允找麻烦 哪儿有送回去的道理 只好勉强带着 带到了冷宫 几人阴住里头阴森的气氛更加兴奋 便有人提议要到里头的宫室里看看 可是这小丫头胆子又小 动作又慢 跟住谁都是拖累 故而几人谁也不愿意带她 薛允肃自然也不愿意 他前翠便找了个借口 把军令欢随意安置在了一栋脚楼上 为了防止他乱跑 薛允肃还吓唬他 说若随便离开的话 一定会被化身恶狼的薛燕捉住 此时正是深夜 是他吃人的时候 薛允肃多吓唬了几句 角楼里环境又阴森 但看到军令欢面色惨白 动也不敢动了 他才放心去玩 谁承想 几人玩起了 就全都把那个小雷追忘了 等到他们想起来 还有个军令欢的时候 军令欢失踪的事儿 已经在宫中传遍了 不过幸而 他们当时喧喧嚷嚷嚷的一群人 没人注意他们多带了个小女孩 更何况 冷宫方圆十几帐都无人看管 更没人知道 他们将军令欢带到冷宫去了 所以 薛允肃得知军令欢失踪的消息时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警告同去的那几人 嘴可都严实点 他说 今日咱们谁都没去过冷宫 记住了 反正那小丫头骗子都吓傻了 一心又只在惧怕薛艳 肯定不会说漏嘴的 他也就是在那儿挨挨下 没什么生命危险 反而让他能长点教训 以后少可怜那个煞星 而那群公子哥 本就闯了祸 谁也不敢担责任 如今领头的二皇子让他们坚口不言 他们自然也什么都不说了 却没想到 那个小丫头骗子自己学会告状了 听到皇帝质问 薛养肃顿了顿 接着镇定道 父皇 儿臣从没去过冷宫啊 今日宴后也没见过令欢妹妹说到这儿 她佯装不解的四下看了一圈 问道 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令欢妹妹认错了人 她的演技颇为拙劣 打眼一看就只是在说谎 清平地露出不悦的神色 贴了一眼旁侧的君恩泽 问道 二皇子今日果真没去过冷宫 君恩泽虽早就得了薛允肃的提醒 但到了皇帝面前 还是没那么大的胆子 他跪在那儿 腿不停地抖 只一个劲地摇头 全坐不知道 清平地自然不会看不穿这小孩子骗人的话 反倒是这二人重口一词的骗他 更令他觉得恼怒 还不知悔改 竟学会匡骗朕了 清平地怒道 非但不知错 还想隐瞒 就在这时 坐在下手的张贵人坐不住了 薛允肃是他亲儿子 张贵人又是进过冷宫的 最怕见皇上发怒降罪 见他儿子闯下这么大的祸 皇上又不信他 张贵人连忙起身 匆匆在清平地面前跪了下来 皇上 素儿向来是个好孩子 从不会骗您啊 还请皇上明察 清平地怒道 他这般作态 还不是在骗朕 张贵人忙道 这孩子胆小 心又善 一定是被吓住了 才在皇上面前施移的 再说 永宁公家的小姐 是五皇子弄丢的 怎么能怪在素儿身上呢 就在此时 一道清悦的声音打断了他 娘娘均怀廊开口道 若二殿下犯了错 您带他欺瞒陛下 可是欺君之罪了 张贵人回过头来 就见君怀郎正冷冷地看住他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 张贵人怒道 黄口小儿 你懂得什么 君怀郎只看着他 他那双浓黑深邃的眼 向来是清冷而柔和的 像游离室外的隐先 但此刻 这双眼丰锐无比 且在对方的质问下 气势压过对方一头 分毫不见畏惧 君怀郎看住店上这几人 睁着眼说瞎话的模样 心下燃起了汹涌的怒火 他们还小得怕 那坐下这等事实 怎么不知道怕 将那么小的女孩 丢在废弃的角楼上 没有半点畏惧 将罪责甩在薛艳身上 也理直气壮 怎么到了让他们承认 自己做过的事实 他们就开始怕了 前世 君令欢因为他们而受的罪 可比这可怕千百倍 越是愤怒 君怀郎的思绪 却越是清明 他的目光略过这几人 目光中露出讥讽的笑意 二殿下 下次狡辩之前 不妨先行整理衣冠 省得露出马脚 他说道 薛允肃一愣 便低头看自己身上的衣袍 君怀郎接着道 冷宫的角楼年久失修 楼梯上有厚厚的灰尘 红木俯首腐朽了 那楼梯极其狭窄 我们前去寻找令欢时 即便武功高强如霄武 身上也蹭到了朽木的碎屑 更何况二殿下您呢 众人看去 就见薛允肃 跑脚却又不起眼 却尤其分明的灰尘 手肘 后背上 也有朽木蹭到的痕迹 甚至衣袖还被朽木 划出了一道破损 夜里灯光暗 在外头尚且看不清 但永乐殿后殿灯火通明 他通声的痕迹 顿时便无处顿醒了 薛允肃顿时便慌了神 君恩泽已然吓得跌坐在地 小声啜气起来 这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许是速而淘气 在外磕碰住了也未可知 张贵人仍不死心 住口 清平帝打断了他的话 宫中半宴 哪里不是一尘不染 上哪去弄得这般灰头土脸 清平帝只觉得自己脸面都被丢尽了 怒意也拔高了一层 今日乃阵千秋宴 你们闹得这般乌烟瘴气 是给朕送的贺礼吗 清平帝大声赤道 张贵人顿时不敢言语了 清平帝急喘了几口气 才接着吩咐道 将二皇子带下去 闭门思过一月 抄写太祖家训百遍 何时抄完了 何时放出来 连他母亲都不许探视 君家这个小子 德行有亏 不许再做皇子半读 昨日将他送回亲生父亲身边教养 还有同行的几个官家子弟 不懂劝谏皇子 反倒一同胡闹 查出是谁 统统将他们父兄罚奉半年 整个后殿落真可闻 众人皆尽若寒蝉 张贵人一听此话 灯时要晕过去 君怀郎听到他的圣旨 却有几分正愣 方才罪则是薛燕时 分明是要挨打 贵佛堂的 而轮到了二皇子 却不过是轻飘飘的禁足 超祖训 这几个世家子 倒是都罚得够重 且不提将要被逐出京城的君恩泽 只说那几个世家子 都直接罚到了父兄头上 不仅家中男丁在朝中丢面子 回家也少不得一顿好罚 说到底 重罚他们 也是因助他们带坏了二皇子 二皇子于清平地 还是亲生骨肉的 面上虽是君臣 骨子里仍旧是父子 而薛燕 薛燕 虽今日罪责不在你 但既得了淑妃的吩咐 就该照管好妹妹 怎能将她一人丢在远处 你今日板子不必打了 但佛堂仍旧要跪 跪到明日天亮 便罢了清平地接着说道 她料理完众人 接着便见那钉子似的 跪在堂下的薛燕 众人都罚了 唯独她好像是无辜的 这反倒让清平地心里不舒坦了起来 像是自己冤枉了她 白叫她在这儿跪了一遭似的 于是清平地轻飘飘地开口 给她安了个罪名 也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反正罚她罚得多了 也不再这一次两次的 君恩则离开永乐殿后殿时 皇后正留了永宁宫和沈氏说话 二皇子早被人簇拥着走了 他孤身一人 旁边连个跟随的下人都没有 君恩则腿是软的 脑子里也是一片混沌 他父亲发配的地方是岭南 听说那儿有胀气 能把好端端的人堵死 他是死活都不愿去的 他父亲也舍不得他受苦 求了永宁宫 才总算让他留在了永宁宫府 虽是巨人篱下 但也好过去岭南 更何况 他又是二皇子的半读 那可是皇子身边的红人 贵不可言 谁也不敢看清他 在一众门庭高贵的世家子中 他也是出挑的 可现在 全都没了 触怒了皇上 二皇子也救不了他 对二皇子来说 不过是个戏耍了贵女的罪名 可对他来说 那就是教唆皇子的重罪 君恩则知道 事已至此 已经没了转环的余地 要不了多久 他就要奔波上万里 到满是瘴气的岭南去了 他无心回到宴会上 只得在太叶池边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下 面前 结了一层碎冰的太叶池 波光淋淋 池畔花灯闪烁 湖对面 重重攻阙碧瓦飞蒙 凋梁化洞 辉煌的灯火倒映在湖中 宛如摇齿仙境 从前 他还能当自己是这儿的一员 可如今 他被仙境抛回了凡间 像场梦似的 就在这时 他身后传来了一声淡淡的叹息 四殿下 君恩泽惊讶地转过身 就见四皇子 轩允红站在他身后 他与二皇子 总是在一处的 只是这位四殿下 顿如玉 寡言少语 向来不与他们一同生事 方才 也正是他眼间 看到了军令欢在那儿 若是五弟将这孩子弄丢了 怕是父皇又要狠狠怪罪他呢 当时 薛允红笑着这样说 薛允肃诧异 薛燕带他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四世看见了 许是我看错了吧 薛允红笑着摇了摇头 若二哥好奇 可以去问问 我吃多了酒 这会儿吹风有些头疼 九贤告辞了 君恩泽有些疑惑 当时 四殿下就回去歇息了 怎么这会儿酒就醒了呢 见他面露一色 薛允红笑了笑 淡淡道 方才我正休息 听到吵闹 就出来看了看 听说你与二弟出事 我有些担心 便来看看你君恩泽露出感激的神色 同时又落下了泪来 多谢四殿下挂怀 只是从今往后 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怎么会没有见面的机会呢 薛允红惊讶到 君恩泽说 岭南那么远 我哪有机会再回来呢 薛允红却笑着摇了摇头 只要二皇兄舍不得你 再远的地方又有什么干系 他说 君恩泽一愣 您的意思是 薛允红温和的道 你自幼陪伴在二皇兄身边 此等情意 谁比的了 等你要走时 寻个由头和二皇兄见一面 只说此行 皇上不会不准的 到那时 你同他哭一哭 二皇兄那般心软 一定会记挂着你 不会让你在岭南受苦太久 君恩泽的神情逐渐转席 对啊 他怎么忘了 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可宫里的贵人就不一样了啊 薛允红见他听劲进去了 不由得又笑了一声 叮嘱道 届时 你只说舍不得二皇兄 再说是薛燕害你 二皇兄那般讨厌薛燕 一定会替你做主 想办法让你回来的君恩泽 连忙字字句句都记下 连连感谢薛允红提点 哪里是提点薛允红笑道 不过是我也舍不得你就这么走了 故而替你想个主意 二皇子殿下对自己情意深厚 四皇子殿下也舍不得自己呢 君恩泽顿时飘飘然聊起来 果真他这么些年的钻营都是有用的 记忆想通了 便回宴会上去吧 薛允红笑着点了点头 道 湖边风大 你穿得单薄 不要冻住了君恩泽自然不已有他 行礼告辞了 既然有的是机会回来 那他也不必忧心了 世家子中 他还有几个交好的朋友 自己还需回去 同他们联络联络情意 薛允红笑着目送他离开 智者取其谋 愚者取其力 他轻笑住自言自语道 古人成不起我 就二皇子那点本事 又没个有势力的母家 拿什么把君恩泽救回来 他让君恩泽去求二皇子 不过是发挥那废物最后一点用处 激化二皇子和薛燕之间的矛盾罢了 薛允红副手 看向灯火辉煌的湖面 玲玲灯火映在他眼中 却照不出一点温度 他想要收拾谁 从来不需要自己动手 借力而为 是他母妃交给他的 为君的第一课 就像当年 他和薛燕前后脚出生 他母妃那时 不过是个岌岌无名的 不受宠的宫廷 薛燕的母亲荣妃 却是燕官后宫的宠妃 当时 中宫皇后多年无子 所有人都盯住荣妃的肚子 他母妃就能够极多方之力 让荣妃暴毙 薛燕失宠 让原本属于薛燕的目光 都落在她的身上 现在 她也有这个本事 借助那些没脑子的蠢货 自己兵不血刃 就能让薛燕愈发失宠 永世不得翻身 毕竟她母妃说了 有旧仇的人 需斩尽杀绝 才省得给自己埋下货根 只是那些蠢货 都不经用了些 像是劣质铁剑 还没砍死人呢 刀刃就卷了 薛允红看住满壶灯火 颇为失望地叹了口气 皇城的东西六宫正中间 建了一座七层高的佛塔 佛塔前有间宏伟的大殿 供着佛刊 佛刊前日夜香火不绝 夜间天殿里 仍有首夜的和尚敲目鱼 一声一声地 回荡在夜色中 已经是深夜了 远处空寂地传来打羹的声音 薛燕跪在佛堂正中 抬头便是几丈高的金身佛像 那佛眉目慈合 神色悲悯 微微垂眼 俯视着身前 在他周遭 罗列着一百零八尊罗汉像 各个神色各异 双眼圆睁 静静立在摇曳的烛火中 血焰抬头 正能对上佛像的双目 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突然就发出了一声气音的笑 傻不傻啊 他喃喃自语 声音轻的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我这种人 有什么值得的他承认 自己今日是因注意时失神 做了不理智的事 才助了那粗劣的道 这是之前从没发生过的 因为从前 他的生命一直千篇一律 从没遇到过君怀狼这样的人 但是 也算歪打正柱 东厂在等他真诚落水狗的那天 他也在伺机而动 等着一个让东厂完全信任自己的机会 他的理智告诉他 这是这个机会 他只需静静等候着众人处置自己 处置的手段通常也没什么新意 他也从没有解释的习惯 只等着乏完了 靠着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儿 引来东厂的那群狼 但这次却不太一样 君令欢不见了的时候 他头遭产生了慌乱的情绪 脑子里空空一片 竟只剩下了君怀狼的模样 他猜得到君怀狼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的 竟不是利用此事 而是要寻着痕迹 去将君令欢找回来 可恰好此时 淑妃派人来寻君令欢回去吃点心 便恰好撞见了他 当场扣押了下来 紧接住 便是匆匆赶来兴师问罪的众人 觅不透风的金无味 暴怒的清廷地 这场景对薛燕来说并不算陌生 甚至可以说是习以为常 但是这次不同的是 没多久 他就看到了焦急赶来的君怀狼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薛燕的胸口像是被钻住了 令他喘不上气来 他头一次想解释 这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过的 众人只想罚他 没人想听他解释 他也没这个白费口舌的兴趣 但是这一次 他却想要告诉君怀狼 自己并非故意 但是薛燕却没说出口 无论他知情与否 都是他疏漏 让君怀狼的妹妹不知所踪 他看到君怀狼焦急的神色 竟只想任凭对方责备 痛斥自己 或是寻个法子让自己受罚 好抵消自己带给他的难过 但是君怀狼仍旧没有 薛燕以旁观的角度 眼看着君怀狼 一步步替他脱罪 找到了将军令欢骗走的人 还了他一个清白 清白 这次对他来说 陌生的有些好笑 薛燕一直以为 清白这样的物件 对他来说并没什么要紧的 是不是他坐下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他来说 最终的结果有没有利用价值 只是他从不知道 趋向光明是人之本性 他以前不在意自己的清白 只是因为从前并无在意的人罢了 东厂得了薛燕被冤受罚的消息 第一时间派了小魏子来 虽说与情报有出入 薛燕并没有挨打 只是在佛堂罚贵 但小魏子还是传了吴顺海的话 说心疼他无故受罚 吴公公择日便要来与他相见 公公别说 虽说五皇子受的罚不重 但我瞧住他的神色 却有些不对透 小魏子回禀吴顺海的时候 这般说道 吴顺海文言问道 哪里不对头 小魏子沉思了半天 也说不上来 总觉得不太对劲 眼神有些发空 又像是在想些什么 他说 就像半边魂儿被腰勾走了似的 吴顺海文言 笑出了声 想来是兔子被逼急了 正寻思着怎么咬人呢 他魂不在意地说道 还被腰勾走了魂 多读些书 平白胡言乱语 没得让东场遭人笑话 说这些帆子都是胡乱说话的 睁眼瞎小魏子 挠了挠后挠勺 没敢反驳吴公公的话 连连应了几句诗 便退了出去 不过 他还是觉得差点意思 五皇子那神色 没那种大仇难报 咬牙切齿的恨 只是空 确实像是被勾走了魂儿啊 不过想来也是 哪来的腰碎能这般大胆 敢在佛祖面前勾人呢 君怀郎回到明鸾宫时 夜已经深了 君令欢受了惊吓 被早早领去睡了 君怀郎却睡不住 甚至有些坐立难安 他没想到 前世看似扑朔迷离的 君令欢和薛燕之间的举语 竟是这样造成的 以薛燕的身份活过一遭 他才身临其境地感受得到 薛燕每日所经受的 是怎样的处境 所以 曾经给了他些许温情 之后又亲手打破了君令欢 就成了前世他报复的对象 君怀郎觉得 自己是该恨他的 君令欢从头至尾都无辜 却遭受了这样的无望之灾 无论罪魁祸首是谁 事情都是薛燕做下的 但是 君怀郎却又恨不起来 正因为经历过 君怀郎才能体会到 那种孤立的痛苦是多么难耐 像一把冰冷的炖刀 反复切割着鲜血淋漓的伤口 也正因为如此 那片刻的温情就显得尤其珍贵 失去比从未得到痛苦的多 获得温情后 曾经给予温情的人 一脸惊恐地躲避 惧怕着自己 也比来自其他人的恶意 更令人难以接受 君怀郎知道 比起薛燕 自己应该痛恨的是 那一众将薛燕逼迫至此 又捉弄君令欢 让他害薛燕受刑 强让他二人扯上仇怨的人 薛燕是一处火坑 处之即死 是那群人将君令欢推了进去 但是那群人背后 却又是多么庞大的一众群体 今日之事 明面上是二皇子陷害君令欢 但实际上 在他背后 是默默纵容的宫中众人 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清平帝 即便今日 薛燕已经和君令欢的走失 撇清了关系 清平帝不还是找到了 由头 责罚了他吗 君怀郎 抬头看向外头的夜色 摇曳的灯火之外 是一片如墨的黑尘 就在这时 服依推门进来了 大少爷 服依一手提灯 小心翼翼地往里望了一眼 嗯 君怀郎看向他 服依看见了他 便笑了起来 接着打开了门 吩咐身后的几个宫女进来 奴才见您屋里灯没熄 就料想您还没睡 今日宫宴上没多少吃食 奴才见娘娘宫中的小厨房 给娘娘做夜宵 就让给您 做了一份几个宫女 捧着浴盘 飘然进来 没一会儿 就将君怀郎 面前的小桌摆满了 七八样点心小时 量都不多 但盛在精巧 都是和君怀郎的口味的 君怀郎看住他们不菜 看了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果真觉得腹内有些空 宫中宴会 要招待的贵人极多 菜室又需样样精致 仅一个御膳房 往往是忙不过来的 故而宫宴的菜品 分量上通常供应不足 只够垫垫肚子 等菜不好了 福音又给他放好餐具 将像牙柱放在了他手边 君怀郎却忽然问道 佛堂离这儿远吗 福音愣了愣 自己也不知道 看向身后的宫女们 其中一个道 回世子殿下 不远 出了东六宫的大门 再走一炷香 便能到了君怀郎又问道 可有人看守 那宫女眼唇笑道 佛堂可是人人都去得的 除了寻常的侍卫把守 便也只有僧人了 君怀郎的一生 没再言语 方才 他看到那些点信 脑中忽然想到的 竟是血验 他今夜宴会上 肯定也没吃多少东西 在佛堂中跪一整夜 跪到天明 君怀郎心中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片刻后 君怀郎发现 自己完全压抑不住那想法 他抿了抿唇 难得任性地开口道 福一 将这些痴事统统收拾起来 我要出去一趟 不必跟住福一不解 您是要 君怀郎道 不必问 也不要惊动姑母 去收拾吧 他心道 反正陛下只下了令 让血验跪一整夜 却没说不许他吃东西 不许人去探望他 反正前世的因果已经弄清楚了 这一世 想来血验不会再诛杀君家满门 也不会再对他妹妹下手 既然如此 误会已结 恩怨也勉强算是两清 薛燕既已过计给了姑母 也大致算半个君家人 说不定日后还能保护他姑母弟妹一二 君怀郎在心中这么同自己说到 虽说他不愿承认 他只是想到薛燕 独自一人在佛堂中跪一整夜 他于心不忍 又有些赌气罢了 毕竟 他没犯错 为什么要在佛祖面前反省 那边 福衣乖乖替他收拾好了石盒 放在桌上 君怀郎穿好了衣袍 又由宫女替他披上了披风 提着石盒 推门走了出去 这倒是君怀郎有生以来 头次这般偷偷摸摸做事 他看了淑妃的房间一眼 心下有些紧张 却还强装镇定 吩咐福衣道 切记 别让姑母知道了 别让我知道什么 就在这时 他身侧想起了一道娇艳明媚的声音 君怀郎一抬头 却见淑妃不知何时来了 正默不作声地站在他窗下 不知站了多久 姑母君怀郎心下一荒 未料得 除事未解身先死 这偷偷摸摸的事还未做 就先被抓包了 原本来 就是想让你去一趟对上了他的目光 淑妃有些不自然地转开了目光 神色的冰冷中带着两分别扭 若让下人去 反倒像是本宫的意思 这种事 还需得你这孩子来办 君怀郎满脸不解 接着 淑妃一仰手 将手中的东西递到了他面前 君怀郎垂眼看去 便见他手中是一件厚重的披风 佛堂夜里凉 你给他带去 淑妃别扭地转开眼睛 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今日之事 是本宫冤枉他了 南天之外的银河畔 有一仙树生在云海之间 高百二十丈 枝叶茂密 满结住剔透的桃花 风一吹 凌凌作响 生如猪欲相撞 树下坐着二人 正在下棋 其中一位老者须发揭白 对住棋盘沉思两久 钱翠将手中棋子置于盘上 将整局棋都毁了 满天亭 哪个不知本心君是个臭棋篓子 即便是玉帝 都要让我几步 天你这地府来得不懂事 次次都要将我杀得落花流水 那老者还不解气 又伸手将棋盘推得乱七八糟 才算作罢 罢了 我今日到天庭来 也不是找你这小老儿下起来的 坐他对面的 正是地府府君 我是来问问你 那日黑白无常不甚招错的魂魄 你处置好了没有 命格兴君捋了捋胡须 道 差不多了 本兴君给他托了好些次的梦 天生这小子是神仙脱生 心性又坚韧得很 孤儿童童入不了他的神石 不过近日 总算是成了托梦 扶君皱眉 你难道不快些将那魂魄照回来 命格兴君挟了他一眼 你以为这般好招 他的命格拴住煞星呢 何该重活一遭 你以为当时煞星将是历劫 闹得凡间血流成河 是为什么 就阴住月老 没拴住他俩的红线 这人是专派去镇煞的 不将他俩绑结实了 如何镇煞 辅君道 可是 他可看过你写的画本 命格兴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所以我才给他托梦啊 他说 我给他托梦之事 正是我当初写画本的缘由 辅君问道 当真管用 命格兴君听他反复质疑自己 怒道 我小老儿写过的书 比你们地府的生死不还厚 你还能比我懂 辅君知道他绝 文言也不再多说 既命格兴君将此事一力揽下 他就也放心了 命格兴君这么做 倒也能替他解决不小的麻烦 去杀孤星高悬南天 每万年亚凡历劫一次 历满百次 才能修成真仙 他每次下凡 皆血流成河 他们地府要好一阵老路 他已经为此事忙了九十九遭 这最后一次 何该让他歇歇了 于是 辅君便起身告辞 他正要离开 命格兴君又喊住了他 等等 我也有一事问你他回身 便见老头坐在远处 搅住手 神情竟有些扭念 不知你们地府的小姑娘 看丹美不看 丹什么 辅君不解 命格兴君清了清嗓子 摆摆手道 没什么 走吧走吧 快回去吧 命格兴君最懂了 管他天上天下的姑娘 只要画本子的故事有意思 还具什么性别呢 他这几日都在忧心那煞星的事 日日盯着凡间 看多了 倒觉得他们二人有趣得紧 值得再写个画本子出来 命格兴君的手又痒了